如此肆无忌惮的黄牛行为被看不下去的粉丝转上了推特 好死不死还被KOMMASHITO SENSEI本人看到了 我真的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我不觉得我自己有给人签名的资格 所以给人签名这件事情本来我就不是很上心 但即便我这么觉得粉丝还是想要 所以我还是签了 真的很令人糟心 此等黄牛行为让老师本来完美的台湾之理缺了脚不说 还顺手败坏了台湾粉丝们的形象 你能想象你手写给朋友的生日卡片 被他用限量手写生日卡的名义高价转售出去的感觉 能有多恶心吗 嘖 那就是被转卖的感觉 哈喽大家好我是社长KUMA 好久不见了各位 上回的影片我稍微整理了一些FF42的奇异现象 我主要focus在卡古拉娜娜老师周边发生的事件 但谁又会想到在上次影片结稿之后 本来被视为全场最爽的日本会师KOMASHITO SENSEI 来台湾从头吃到尾竟想美食的他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 在现场拿了海量的周边来给他签名的那个粉丝 所有日本会师的签名周边 而且不止场内的商品 因为这回Polica跟白鬼的会师妈妈都有到现场 他也把家里的Polica和白鬼的周边都拿来给会师本人签名 增加价值 回家立刻上家拍卖 开价还相当的霹雳 Polica的签卡一张就开价5千元 其他老师周边的价格也都是几千几千的开 装都不装眼都不眼 直接把人家会师当成印钞机 如此肆无忌惮的黄牛行为被看不下去的粉丝转上了推特 好死不死还被KOMASHITO SENSEI本人看到了 我真的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我不觉得我自己有给人签名的资格 所以给人签名这件事情本来我就不是很上心 但即便我这么觉得粉丝还是想要 所以我还是签了 真的很令人糟心 此等黄牛行为让老师本来完美的台湾之理缺了脚不缩 还顺手败坏了台湾粉丝们的形象 人的日本台湾两边都人人喊打 同时他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毕竟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调查证人的真声也没花我太多力气 因为我稍微往留言区一划 我就看到了这张图 古圈圈 我们就先叫他古的掰吧 在去年7月由曼迪主办的 孤独摇滚小孤独生优青山极能的见面会 只要购买限量150份2200块的周边套组 就能获得与青山极能本人见面 并获得签名色旨的机会 但这位古的掰在买到周边之后 明晃晃的把这次见面会的资格上价转售 开价12000元 爽赚近6倍 比美江还赚 这么夸张的转卖行为 马上被曼迪官方发现 直接被取消见面会资格之余 还被发的公告有皆是众 能有此等尊爵待遇 可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前就你古的掰一人尊爵不凡 这边建议他可以把这张公告也印下来转卖 绝对稀有 讲迷大家应该也猜到了 今天能被我拿出来做成节目的人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这人可不只是野生的转卖出古的掰 而是一间注册在案的公司 蓝宝动漫周边小铺的唯一负责人 古正哲 这间蓝宝动漫周边小铺 名为小铺实则一点也不小 Mr.古纵横沙场多年 游戏队取得清签方面相当的友谊 亲爱老师的亲笔签会 而且不只同人活动 放眼台湾代理商举办过所有的动漫活动 慕棉花曼迪亲文邻邦尖端 只要有亲签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 甚至连Mizuki的亲签也不放过 开价一万八盘上天 你们来参加活动是来干什么的呢 是来推偶像 是来跟声优互动 是来表现你对这个作品的爱的吗 这格局就小了 咱们古老板来这儿是来进货的 是来推动经济发展的 怎么你呢 人家可是把怨念物送到粉丝手上的大善人 如果他以后不进货了 那想买的粉丝买不到了你要负责吗 你又怎么有帮那个 无论花多少钱都想要的粉丝 说话的资格呢 当然这些只是玩笑话 然而很悲伤的 是有人好像真的是这么想的 有些粉丝觉得无论花上多少钱 只要可以拿到我推的亲签 哪怕是黄牛也在所不辞 这就是我对我推爱的重量 对于这些甜粉如此义无反顾 热情如火的示爱 我忍心说他们错吗 这个呢 当然可以 不但可以 我还觉得 It's my duty to find you out 签笔签名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创作者对粉丝的fan service 是创作者给予来场粉丝的一个小小纪念品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推 亲手写给你的一张感谢卡 是指属于你一个人的个人纪念品 价值远远不只是那一张纸 但转卖除的逻辑就是 我今天进场拿到这东西 我要怎么处理 是我的事 而且今天会买我签名的人 难道他们不是粉丝吗 他也不会糟蹋这个高价收藏品 我就只是赚点油水而已 怎么你呢 说的不错 转卖这件事情并不违法 在法律上我确实无话可说 但签名能被高价转卖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代表着东西有价值 有市场有利可图 秉着有钱不赚王八蛋的铁律 你们越是出高价收购 签名现场出现的垃圾转卖除就会越多 就是你们那不计成本的需求 给了转卖行业成长的资本 现在这位股先生都吸你们的油水吸到开公司了 都恶心到会师本人了 你们还要因为想买他那些overpriced货品 而为他护航吗 凭什么 凭他靠社团入场 轻松抢到你们梦寐以求亲爱老师千惠的实力吗 凭他一边把跟一智萌的合照当FB投贴 一边把人家的签名上架转卖的无耻地吗 还是凭他炒高价格 让你们可以展现自己财力给偶像看的那份虚荣吗 更别说转卖除对创作者的伤害是实际存在的 除了这次Mashito先生看到Mr.Goo而生气的事件之外 转卖除者到原创作者的事件可说是一抓一大把 知名会师Saito Naoki就在最近发现自己签了一张神奇宝贝卡片 被当时一名自称铁粉 且绝对会把这张卡片当成传家宝的中国粉丝Akira 转卖给卡电并飙上了1500万日元的天价时 感到非常的难过 无奈地表示 虽然那是他的东西我不能说什么 但是我有点害怕 大概短时间内难以出席公开活动了 最后他还发出了灵魂的呐喊 Akira 我还清楚记得你的长相啊 Vtuber Inaba Haneru 发现在一年前抽到自己亲笔签名挂轴的粉丝 竟然把亲签挂轴挂上拍卖网站 并开价6万9千元 气得他直接截图标记那位粉丝开呛 这是你吗 反正绝对卖不掉了 不如你就用货到付款直接寄到我事务所吧 方文社知名动画New Game的作者 德能郑太郎老师 在2012年FF20来台湾的时候 发现自己签给粉丝的亲笔千惠 竟然被台湾粉丝丢上日本的雅虎拍卖 无情转售让他十分恼火 作为第N次被转卖出坑的知名漫画家 德能老师当下表示 千惠已经只会寄给自己手写粉丝信的粉丝了 但是即便加了粉丝的署名 还是会被涂黑转卖 实在防不胜防 根据这几件事情应该就足以证明 转卖这件事情 对创作者本身或多或少 是有实质上的伤害的 如果这样都还不足以让你相信 那不如我们就听听 本人是怎么说的吧 兔机以前摆摊的时候 两天都会有一个释出的名额 就是千惠的服务这样 能够让真的很喜欢兔机的人 得到兔机的千惠 但发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都是固定了几个人 然后后来我也抓到几个固定的人 确实就是转卖出 这样网络上面看到了 那些被转卖出去的签名版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再也没有在场上提供千惠的服务 那当然这有点阴压废实 不过我发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去做转卖 就觉得还蛮难过的 可以回想起当初 他们在你面前的那个样子 那个表情 结果他们竟然是干转卖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很不行 希望不要再有转卖的事情发生了 那お願いします 高价转卖这件事我是知道的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在会场不签签名版 读者拿本子签名 我会说需要付名字 但我也不想特别去强制这个部分 我相信在我面前的读者 是因为喜欢我的图才请我签 如果有一天这份信任崩坏了 那会是很令人难过的状况 听完这些 你还觉得这对创作者没有任何影响吗 Come on man 今天只要有任何一个忍不住下单的粉丝存在 转卖的市场就会更加壮大 你们投入在转卖市场的钱财 不但对创作者没有一点帮助 反而会吸引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转卖蟑螂 前仆后继的冲击各项活动 逼着你的推必须用面对粉丝的热脸 去贴一堆只把他当印钞机的黄牛冷屁股 告诉我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铁粉精神吗 Don't make me laugh 我连你兴趣都没有 当然你们可以说我是装盛人 唾弃我 我全盘接受 但如果哪天不小心成功了 黄牛真的被赶出相关场次了 我希望你们可以记住 那个从自己的推 手上接过 写着你名字清签时的那份快乐 理解这张清签的价值 远不止物品的本身 是能与自己的推 见面的这个体验 才真正值钱 然后别再买转卖出的东西了 我会感谢你 再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